强能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一段时间 原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职务变化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乐玉成两进两出外交部 并最终于6月14日 由国务院颁布任命令 将其从外交部调制广电总局做副局长 这种看似平级的任命和调度 实际上背后暗含着中共高层的权力对决 5月28日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的名字 便出现在了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中 其位置处于局长聂陈希之后 位列第二位 也就是第一副局长 这一人是变动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议论 由于乐玉成本人自90年代开始 便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由于2004年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公使 后出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后 一直被认定为亲俄派 而这样一位亲俄派的外交副部长 却突然调离外交部 到广电系统任职 很多人都曾表示 这是党内高层对习近平与普京签署的 多份中俄合作无上线的协议的打击 更是对习本人在对俄外交政策上的否认和出手阻击 随后刚刚过去不到半个月的6月11日 乐玉成的信息又再一次回归到外交部的官网中 其职位还是副部长 同时 网店总局的官网中 乐玉成的名字消失不见了 这一细节上的变化 说明在5月28日乐玉成被踢出外交部后 习本人一定做出了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动作 为了6月15日在习生日这天与普京的通话做准备 也要将亲俄派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重新拉回到外交部系统中 显然 从6月11日外交部和广店总局的官网的人事变动调整中 不难看出 习的动作成功了 然而就在大家都感觉此番斗争尘埃落定时 6月14日 国务院官方发布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命令 乐玉成又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重新回到广店系统出任副局长 这一命令的出台 就此宣布此事已成定局 而选择在6月14日颁布命令 恰恰就是在习近平与普京连线的前一天 在你第二天即将用乐玉成的时候 我头一天把他调离外交部 这种人是变动的时间节点 其背后的用意已经不言自明 就是乘着15日的习苦回去的 也就是在中俄外交关系上 给习以外交上的挫败 而这种溃败 说明在重大的外交和人事任免中 习已经不在一言堂 他也无法阻止党内反习派 对其在外交领域的干涉跟打击 乐玉成两进两出外交部 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为他在联俄外交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就是他提出的 而习的枷锁也给中共国带来了巨大的外交困窘 可以说左右不适人 习在外交和人事任免上的溃败 不言自明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 在后续的斗争中 习是否还有其他反击的手段 北京时间6月15日当天 也就是习本人生日这天与普京通话 并重申支持莫斯科方面的安全关系 这意味着中共无意在中俄密切关系上收手 也可以说 习虽然失去了亲俄派外交副部长乐玉成 但其对俄关系政策上并无转变 继续一意孤行 有消息指出 在过去一年的内部会议上 习强调美国是中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而中共外交政策 与从推动中美关系转向为与俄罗斯联合阵线 而自从习上台以来 它与美国西方自由主义便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种心态和策略 也让习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倾向联俄反美 无论如何 中共在二十大前 外交 内政 经济 民生 掺杂着血雨腥风的高层权斗 未来的几个月里 或许还会有大事发生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